墙壁的上漆之前呢就要先貼遮蔽膠帶 那因為牆面的油漆工作可能會超過三天 所以我就會用比較貴的這個遮蔽膠帶 就是這個3M的膠帶 那像其他的木座裝潢一天就可以解決的話呢 比較不用擔心就是有殘漆的部分的話 我就會用比較便宜的遮蔽膠帶 那現在這個呢就是我房間貼好遮蔽膠帶的樣子 貼起來呢其實是非常累了人的工作呀 底漆的部分呢我選擇的是利邦的保德利 然後呢我另外有再添購了一個大隻的9寸的滾輪 跟另外一隻接滾輪的一個長條的那個棒子 然後其實女生來說我是不建議用到9寸的滾輪 因為真的太重了等一下再跟大家講為什麼好了 記得地板要破報紙 不然油漆呢是有可能會見到地板上的 首先呢先倒出一些底漆 其實用比較小的刷子呢刷就是在我的天花板跟牆壁 就是有貼遮蔽膠帶之下的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有可能就是你的滾輪 沒有辦法滾得到 那如果你滾到底的話呢就會沾到你的天花板 所以這些地方呢是要用小刷子呢先刷過 之後呢把剩下的底漆倒在新的底盤 用9寸的滾筒呢滾我的牆面刷我的牆面 然後剛剛不是有跟大家講說不建議大家用9寸的滾輪嗎 是因為呢其實我算是一個很壯的女生 我是一個可以單手拿起30公斤行李重的女生 但是呢那時候因為這個滾輪呢加了油漆之後呢 這樣子刷的場面我發現呢那個滾筒呢 它的漆非常的容易會漸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呢我發現真的很累 就是連我這麼壯的女生都覺得很累喔 所以呢我不建議大家用這麼大的滾筒 其實呢用6寸的呢就已經非常的好用 然後速度也是蠻快的 麥麗幫漆的那個先生一直跟我強調說 我們的漆呢非常的好 只要薄刷一層就可以了 那事實證明呢他說的是對的 所以大家記得喔 麗幫的底漆只要薄薄的刷一層就可以了 同時我發現一個小技巧就是因為呢 像這個滾筒刷呢 你在這個底盤上面這樣刷掉多餘的漆嘛 你的滾筒上面就是會多出 就是像這樣子的那種Z字型的那種痕跡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會再用那個油漆刷呢 再把滾筒呢稍微的刷過一兩次 這樣子呢讓它的滾筒的表面不要有那個凹痕 這樣子呢你漆到你的牆面上呢 也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凹痕的紋路了 為了保險起見呢我讓我房間的底漆呢 先晾乾了一整個晚上之後呢 隔天才開始刷我房間的色漆 色漆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先用就是色漆呢 先用小刷子在我的天花板 跟牆壁的接縫這邊呢先用小刷子刷過 這樣子呢滾筒才比較不容易會打到我的天花板 因為我的天花板在最早以前 還沒有改裝成咖啡色的裝潢之前呢 其實以前就是紫色的 所以我的房間的天花板已經是非常淡的淡色紫色 所以呢我這次在施工要非常的小心 不能讓我的油漆啊去沾到我的天花板 又有個小技巧要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呢現在的色漆都是用電腦去調色的 所以其實會產生色差度的 就是每一罐的顏色會有色差的這個可能性其實是非常低的 不過呢為了確保就是我的每一罐的顏色真的都很均勻 我會在就是我的第一罐的油漆用了差不多二分之一之後呢 就會把我第二罐的油漆打開 然後均勻的攪拌之後呢把我第二罐的油漆倒一半 到我的第一罐的油漆然後再做均勻的攪拌 這樣呢可以讓我就是每一罐的油漆之間的色差可以降到最低 由於呢我剛剛底氣其實算是刷的蠻失敗的 就是呢完全沒有技巧的就是油最上面往下刷 所以我的很多油漆呢都會噴漸在我的地板上 所以呢我這次在上色漆的時候我就改了一個方法 我使用就是滾筒刷那這一次刷色漆的高度 大概就是我一個手臂從最上面到可以刷到最下面的一個距離 應該就是七八十公分左右的高度吧 這樣子慢慢的刷那刷的方式呢就是採用就是V字型的慢慢的刷 那來回的重複刷可以讓就是顏色可以稍微的相重複疊到 這樣子你的顏色呢上起來會比較漂亮一點 所謂的V字型的刷法呢就是我現在這個動作就是有沒有畫一個V 然後顏色呢可以相互的重疊 這樣子你的顏色刷起來才會均勻漂亮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房間的主要的大牆面的部分呢 已經全部都刷完了 那用剛剛這個方法刷顏色呢其實真的很均勻又很快 應該印象中不到一個小時吧就刷完了 然後呢剛剛不是有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做好就是防護的工作嗎 像你看其實我的地板防護工作做的不好 所以呢地板上現在就有非常多的殘漆 所以呢就要花很多時間呢去清理他們 接個四個小時之後呢就可以上第二層的漆 不過呢我是選擇在隔天之後開始上漆 那上漆的方式也是一樣就是採用V字型的方式去上漆 然後呢我的房間的大小呢差不多三罐的油漆就可以漆完了 而且還有剩的 書櫃的部分呢我把它漆成深紫色 這樣子房間的整個立體度呢看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呢現在這個就是上了一層漆的樣子 然後再等書櫃乾的時候呢我決定把我的展示架的部分呢 把這個邊緣的部分也是把它漆成紫色的 所以呢這樣子如果上面有放裝飾品的話呢 呃視覺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 最好玩的部分來了 現在呢就是要來拆我們的遮蔽膠帶 再撕遮蔽膠帶的時候呢 記得還是要稍微的溫柔一點 慢慢的撕這樣呢才不會不小心把你的氣號的油漆呢 也一起把它撕下來了 接下來把刮板泡一下熱水 然後用這個刮板呢去刮我的餐漆 我不知道這什麼原理 可是我的漆因為這樣的方式很快就除掉了 不過呢我真的要好好的勸大家就是防護措施一定要做好 因為呢雖然蠻好刮的 不過也是大概花了我兩三個小時吧 就光清理我房間的地板 清理好之後呢當然就是還是要用吸塵器稍微的再吸一下我的地板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地板非常的乾淨會發光呢 接著使用剩餘的遮蔽膠帶 然後貼出就是我要上那個木頭漆的地方 我本來是想要整個房間都上漆 後來我發現好像沒有我想像中的容易 所以呢我之後就決定只選就是部分的區域 就是特別是要在上漆的地方上漆就好了 然後呢漆其實我買錯了我應該買亮光漆 我買成平光漆 所以我現在房間的部分的地板呢就是有的會反光 然後有的又是霧面的 那其實我自己呢是比較喜歡亮光漆啦 所以大家要特別的留意一下 其實所謂的平光漆就是英文的那種霧面的感覺 就是那種mat finish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這種霧面地板的話呢 千萬不要買平光漆 這種水性平光漆其實使用起來沒有什麼技巧 你就是把它倒在你的盤子裡面 然後用你的刷子呢輕輕的在你的木座地板上面 包刷一層這樣子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請大家一起來參觀我的房間囉 首先呢我的房間走進來之後呢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窗戶 窗戶的旁邊呢也有一個櫃子 那一樣呢我把我的櫃子們全部都重新上色成白色 那窗戶的部分呢我把就是一般的那種深咖啡色偏紅色那種旅窗框呢 一起也用油漆把它上色上成白色的這樣子房間的空間感覺會比較輕盈一點點 然後呢窗戶的正對面呢就是我的書桌區了 書桌區大家可以看到那這邊呢也有好幾個書櫃 就是放著我的書喔當然囉 然後呢之後再往下繼續往前走 那現在大家呢漸漸的往裡面走就可以看到我的梳妝台還有我的展示櫃 展示櫃呢這個邊邊啊上了深紫色之後呢我真的很滿意 看起來就是效果非常的好不會就是全部都是白色看起來很單調 鏡頭稍微往上拉一點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天花板還有我的牆壁呢就是都分別是紫色的稍微做了一個漸層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下去可以看到我的書櫃啦我的書櫃呢邊框是白色的然後底部的部分呢是深紫色的 所以呢不管有沒有放書或者是東西其實都房間會比較有立體的一個感覺 那我現在站在就是拍攝這個角度的地方呢就是之後要擺我的床的地方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慢慢的往回走 往回走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我的窗屋的旁邊的白色的櫃子的旁邊的那個門呢就是我的浴室 浴室旁邊呢就是我的衣櫃三個衣櫃的門 然後這個旁邊就是剛介紹過就是我們的本的桌子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房間的門啦 以上呢就是我的房間大改造工程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覺得有趣然後也覺得有幫助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跟意見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先這樣子囉掰